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我們已經上線了 哈喽 大家 大家好 今天見我們三個 不過夠了 看我們就夠了 三個抽屏下就夠了 今天很特別 今天是因為觀眾的要求 觀眾說還看不夠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直播搬回戶內 而且今天我們要講一些比較真實的 就不是一些聽說的 它是一個真實的案件 對 歷史性的案件 真的是歷史性的案件 今天我們會談一下一個是關於馬來西亞的 一個關於新加坡 還有假如有時間的話 我們也會談一下關於台灣的一個世界 對 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阿浩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Cintia 哈喽 我是Sherry 好 線上我們已經有多少人在看 已經有120多人了 很感謝大家每個禮拜天都準時收看我們的樓下有鬼這系列 我們會繼續的再做多個三集 而且也有觀眾那時候問 因為還記得我們上一次有抽籤嗎 對啊對啊 哈 那位觀眾 那些觀眾就直接email 就是message我 他說你是不是忘了 哦 所以沒有忘 我們會安排跟大家一起 我會去找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嗯 連同我們這幾位一起跟你們去走走看看 是 會再過一兩個禮拜我會讓你們知道那個細節 一定會帶你們一起出去 好 今天我們要談的事件啊 對於馬來西亞的朋友應該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馬來西亞 嗯他叫做淡江高峰塔倒塌世界 有聽過嗎 淡江 淡江高峰塔 啊在英語他叫做 Highland Tower Highland Tower 有聽過 有聽過嗎 沒有其實 可是我一直谷歌看 其實這個案件在馬來西亞相當的轟動 發生的時間應該你們都還沒出事吧 我還很小 1993年 嗯出生了嗎 我出生了 出生了 我們都還很小 1993年的12月11日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高檔的一個住宅區 那邊基本上住在那邊的非負責貴 就是很多有錢人 不過那邊也有人講說那邊是拿來金屋長郊的地方 是嗎 很多很多所謂的名人或者有錢人的小老婆都是住在那邊 因為那邊的環境好嘛 而且非常的偏僻 是嗎 偏僻的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高端而且在高山上 那邊會很冷啦 所以是這樣子去嗎 感覺應該是 我沒去過 我是從Google那邊讀的 那整個 Highland Tower那邊總共有ABC三座 對 OK 就在1993年的12月11日當天 在大概11點左右 應該是 我看一下 發生是 下午1點35分的時候 它是一個禮拜六 整座Tower A 往一邊傾斜到它 都是往一邊 我看那個照片是 它就是往一邊 沒有它其實是往一邊傾斜到它 而且是5分鐘 對 5分鐘 因為當時 當時我讀的時候是 因為那邊的地帶是非常多 很多發展商要開發的一個地方 因為那邊畢竟是 那邊的土地非常的昂貴 所以很多人想要在那邊建樓 所以那邊他們就大量的砍伐樹木 而且當時的那段時間 雨水特別多 馬來西亞的雨水跟新加坡一樣特別的多 對 所以就導致了土石流 所以當時沒有人察覺到 其實那個大廈下面的土已經在鬆動 明白 已經在鬆動了 而且就像Sherry剛才講的 短短的5分鐘 整座大廈 就這樣 轟了一聲就倒下 對我在查資料的時候我去想像 哇他們要怎麼逃 真的是直接 我們看一下照片 我們有安排一些照片 假如那些不熟悉的新加坡朋友 你可以從那照片看到 真的很可憐 我覺得被困在裡面 你可以想像你自己在困在裡面的時候 你就在那邊剛好只是在吃個飯啊 其實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有一組人更可憐 他們就是罹難者 他們不是因為倒塌而死亡 他們是因為另外一個原因而死亡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所以 那天下很大很大的 是嗎 很大的 總共罹難者 總共有48人那麼多 而且有其中一個其實是被救了出來 送去醫院之後 傷重不治 他是一位日本人 而且在當中我看了那個名單 名單裡面包括了一些正要的親人 最小的大概是只有18個月打 6個月打 6個月打 然後 而且之後就發生了很多靈異的一些故事 而且很多報刊也大量的在報導 關於那邊的靈異故事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報刊的一些封面 還有一些 有準備 這些就是當時不同的報刊 就是在談關於那邊的 而且很多專家也到了那邊 嗯 蘇貞說那邊現在很好等 對 現在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沒聽過 可是現在發病有點 其實齁 我剛才講到齁 因為疑難者大概是 因為那時候 他是一個禮拜六的下午 嗯 其實 禮拜六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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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難者會更多 哦很多人出去了 對 對 晚上 假如晚上發生的話 我相信那個死難者會更多 對 可是 有其中一個 有其中七個人 是剛好不在家的是吧 不是 他們剛剛好要出門 剛剛好要出門 而且他們那時候是乘搭電梯 哦 乘搭電梯的時候 他們是在電梯裡面 當那個大樓傾斜 雖然說 他們沒有被大樓的建築物給壓死 他們是在電梯裡面活活餓死 餓死 對 沒有人來 因為救不到 救不到他們 哦對 我有看到其實很多人到現在都沒有找到 救不到他們 當他們救到他們的時候 當他們發現他們 他們都已經都全部死在 對 那個電梯裡面 而且找到的時候他們 氣氛是抱在一起 對 不同種種 而且 當時我相信 大家的信念只是想要活著 對啊 只要還有一口氣在 大家只要活著 不過當時 罹難者有包括 當然很多馬來西亞的朋友 也有英國人 日本人 印度人 韓國人 還有菲律賓和印尼人 都在罹難者的名單上 不過之後 之後的另外兩座大廈 就變成是威樓 威樓 對 就是威脅 就是變成 變成不適合拘束的意思 而且很多人就搬移了那邊 我也搬了 搬移了那邊 而且之後整個地區啊 鬧鬼鬧的最兇的 不是那個倒塌的那一座 因為它完全已經瓦解了嘛 對啊 鬧鬼鬧的兇的是B座和C座 嗯 就是它旁邊的兩座吧 對 而且那兩座到現在還是 在那邊 假如說很多探靈的節目都其實有去到那邊 尤其是馬來西亞的一些探靈節目 有去那邊拍攝 而且我們看一下 我有一張照片是拍到那個 現在的整個 你看就會有一點小恐怖 對 真的喔 有一點小恐怖 而且現在啊 那邊每一次 一提到 一提到這個 淡江事件 靈異故事一定會 出現一個老婆婆 帶著一個小嬰兒 好奇怪喔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那罹難著 明丹 77歲的阿嬤 帶著一個小孫子 而且很多人都看到 很多人都看到 到底思路是真的 我們就沒有辦法查證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整個地方有一個黑暗的歷史 黑暗的一面 所以而且再加上 那邊又是雜草重生 所以變成大家 大家 因為那邊 現在這兩座 住宅 變成是那種吸毒 或者要做一些那種非凡 都會去到 而且 你怕看到鬼嗎 我覺得他們應該不怕鬼 我覺得鬼應該比較怕 他們是怕被捕 有可能 所以好 我那個圖片後面就是那兩座 E和C 是吧 而且 當時 就是從那時候起 就很多 靈異故事 真的是這樣 它整個清邪 它整個清邪 好可憐 有人說新加坡以前也是有 等下我會跟大家探討一下 對 牛蛙跟這個的淡漿 有什麼不同 它是清邪的 不過我們牛蛙又是怎麼樣 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有很多人在問說可不可以避免 我覺得可以避免的話 大家都會想要避免啊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沒有辦法去控制 我覺得這種應該屬於是天災吧 對啊 不過也是人為 因為是人的大量的砍伐樹木 導致它的土地開始鬆脫 不過很多時候我們在做某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沒有想到後果 我們只是想到我們眼前的利益 其實是很多因素在一起 對 那個地段本來就不應該建這麼高的樓 對啊 真的 然後他們為了能建這麼高的樓 他們故意弄鬆那個地基 所以就更容易倒塌 對 所以有些時候一個攤子 會真的害死很多很多人 所以我們不是說不要賺錢 不是說不要有錢 而是賺錢還是要有 還是要憑良心 對 真的還是要憑良心 是你的就是你的 對啊 這樣晚上還睡得著覺 對 其實那些做上天害理的 他們晚上還是睡得著覺 哦 因為他們不相信有因果報應 對 我覺得啦 我們 我們也知道有一些人 我們認識的 他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對 他也不怕有報應啊 對嗎 所以我覺得人就是這樣的 他就能不擇手段 我們也看過很多 對啊 甚至我們有些時候也變成是受害者 對啊 不過我們也只能不講 因為我們講出來也沒有人會相信我們 對啊 所以只能看 有些時候真的只有老天可以懲罰他們 所以我們還是那一句話 真的做任何事情還是要真的憑良心 真的是要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天地 嗯 而且 這種事件啊 死了48個人 對啊 你知道 那個 他媽 這裡有多 多種嗎 對 而且 我們就談到 那靈異事件 對 那靈異事件包括 他們晚上會聽到很多人在那邊 尖叫和啼哭 有哦 真的 好像有人聽到就是倒塌的聲音 倒塌的聲音 嗯 而且你可以想像的 你晚上到那邊 嗯 你突然之間聽到 那個人的尖叫聲 就是 他在 可能是他們 我 我常常講說 我們的靈異朋友 他們每一次 會 回路 他們 生前的 最後一刻 對 所以我們可能聽到的聲音 或者看到的影像 就是他們死前的那一刻 其實是極度恐怖的 嗯 我們看的時候我們可能是被他嚇到 嗯 可是他一直在重複 他也怕 他其實不知道 哦 我覺得 他根本不知道 他一直在重複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恐懼 你可以想像 我尤其是 我當我讀到那個 困在電梯裡面的 七個人 嗯 你是真的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對 因為根本聽不到 而且我相信當時的電梯是 一片漆黑的 嗯 你完全不知道 你只能用手觸摸 你身邊的人 而且你們真的是 希望說真的有人會來拯救你們 不過那個人 永遠都沒有到來 嗯 而且真的是活活被餓死的 我覺得那種 死法 對 很殘忍 因為不是那種很快痛快的死 你是慢慢慢慢慢慢的被折 然後餓死 而且當時的整個情景 我讀到的是 整個 因為那個地也在開始鬆脫 所以拯救人員也沒有辦法 用很大型的儀器來搭救 所以很多東西是非常緩慢 所以當它很緩慢的時候 每一天流失的時間 就是那些 可能還倖存者 就慢慢的就 那機會就越來越渺小 我可以想像說 與其想說 那個淡江是一個恐怖的地方 我倒覺得淡江這個地方 留下太多 很悲哀的一個 它的磁場我覺得不是恐怖 而是恐懼 對 是很恐懼的 你可以想像 48個人在罹難的那一刻 他們眼前晃過的那一刻 對 會是多麼的 對 恐懼 而且每天還要再經歷一次 重複 而且現在更了不起的是 另外兩座已經空了 你可以想像 那麼大量的那個怨念 會引來更多的 所謂的阿飄 朋友 聚在一起 所以假如說 我們活人去到那邊 你看到他們 他們本來就是在那邊 對 好 就不要去嘛 對不對 你們 而且我覺得不要去的原因 不單單只是 不要碰到阿飄朋友 而是 那邊 畢竟 它還是屬於威楼 你真的不知道那邊 還會不會有繼續的倒塌 其實在最近的時間 2003還有2008年 也發生過土崩的事件 對 而且也死了大概13個人 2002和2008年 總共死了13個人 也有很多房屋被摧毀 所以那個地方還是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相信很多馬來西亞 朋友對於這個事件 還是非常記憶流行 我們新加坡的朋友 我上一次有 稍微的讀到這個事件 不過我沒有這樣仔細的 跟大家 分享這個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不過很多時候我覺得 當一個地方發生太多 離難事件的時候 大家的怨念很猛的時候 地方變成 狠狠 是必然的 理所當然的 而不是 而不是他們故意要來嚇我們 對 覺得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他到 半江事件的時候 就不禁讓我們新加坡人回想到 在這個事件的7年前 在新加坡也發生過一集 非常轟動的事件 我相信你們兩位都還沒出事 當時我非常的想 當時這個世界發生的時候 基本上新加坡人都擔心 我們住的這部主屋會不會倒塌 對 他的事件叫做 你們知道是哪一個嗎 你們應該知道 線上的假如是40以上的朋友 你這樣沒有人要回答 他們會說我不知道 40以上的 沒有沒有 不是我 我不知道 誰啊 有人知道嗎 OK 他的這個事件 是新世界酒店倒塌事件 對 這是新加坡唯一一個也是相當嚴重的 一起事件 他位於我們所謂的 Junction 還有Owen Road 馬來西亞的朋友 人家對於這個不是很熟悉 當時這棟大樓 他有幾個 他其實是一座六層樓的大廈 幸好不是很高 這六層樓的大廈裡面包括了酒店 夜總會 還有那個銀行 而且發生的時候 是下 早上的11點25分 總共 早上11點25分 我都已經工作了 我們那次 吃了我來 而且 而且 他的這個大廈叫做 涟漪大廈 總共的 罹難者有大概33人之多 33個人 不過我覺得超過33個人 我一直覺得超過33個人 其實開始的時候 大家以為很多人在那裡 不過當 其實有很多人已經 就可能離開那個大廈 所以他名單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總數是33人 而且他傾斜的 那個 就是他跟那個馬來西亞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馬來西亞是往一邊打 他不是 他是就很像sandwich整個塌下 而且他更厲害 他短短的30秒裡面 他整個牆壁的那個地基就完全瓦解 就是他們所謂的牆壁的那個批勒 突然之間變成粉狀 你懂你最底下的那個兩個蜘蛛 變成粉狀的時候 整個樓就往下移 很恐怖 就是一層一層的往下移 對 你沒有時間 所以這個基本上 沒有任何的symptom 沒有前兆 就是 你聽到一個聲音 他就來了 不過在這事件之前 其實那個大廈已經發生過一起事件 就是 類似毒氣事件 就是他們的排水管 那些那個排 那邊漏了一些毒氣 所以那時候已經 有關當局已經非常的 注意到這間大廈了 不過還沒來得及解決 這個事情就發生了 而且死的時候 很多人是糊裡糊塗的 都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對啊 30秒耶 他在1971年建成 在1986年的3月15日倒塌 總共死了大概33人 有17個人受傷 幸好這17個人的傷勢不是很嚴重 還好 還好 而且 而且 在這個 這個倒塌事件 最多的人就在銀行裡面 因為11點多都是銀行最忙的 忙碌的時間 所以很多罹難的都是銀行的人 那夜總會還好 夜總會畢竟是晚上 所以我覺得夜總會的那個 逃難者就躲過了一劫了 然後 而且 他短短的一分鐘裡面 他完全被瓦解 而且 他的一分鐘是怎麼樣的 那是那個 他一分鐘就是 他突然之間碰了一聲 你還來不及反應 他整個就倒塌下來了 哇 我們有個觀眾說 他16歲親眼看到 然後那時候他就很怕 媽媽就帶他去看醫生 Joey你這樣暴露你的年齡 哈哈哈哈 假婆咧你 哈哈哈哈 她的假婆在那邊講 我幾歲你幾歲 不過那時候我還記得 這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媽就一直來跟我講說 不知道我們住的政府主會不會到 對 因為大家都人心惶惶 對啊 真的大家都人心惶惶 而且你不會想到說 新加坡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 你會想要知道 我相信線上的朋友 應該很多知道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他整個 整個建築材料 他們是用非常赤膽的 就是Low quality 因為那個owner 就是那個大廈的主人 他要省錢 所以他採用了非常多的那種 很便宜的一些材質 來建這棟樓 而且他用的那些所謂的Dragman 還有那個Architect 是不受承認的 不是說非法 而是不是很專業 不過最糟的是 他在他的天花 就是在他的roof top上面 他裝了一些不應該在那邊的東西 大水箱 還有加了很多台的冷氣 那他做這些事來幹嘛 應該是他要做這些的時候 他應該要找專人 然後專人要幫他在底下 在家牢整個結構 你才可以裝 不過他沒有做這一點 他直接就叫人在上面 裝了一個大水箱 所以整個建築變成是非常笨重 就壓下來 對 其實在開始的時候 本來我要留到後面 本來要留到後面 開始的時候很多人講說 很多人講說 就是這事情發生之後 這事情發生之後 那個owner一直夢到那些 回來索命的一些罹難者 他不是罹難者 沒有 開始說我們聽到的是這樣的故事 就是他每天晚上都夢到 或者是因為內疚 內疚或導致他去自殺 不過其實不是 這都是錯誤的 他其實當那個大樓倒塌的時候 他在最高樓 他在六樓 他的辦公室 他是其中一個罹難者 他跟著那個大樓一起 他親手殺了自己 對 他親手殺了自己 不過在那段時間 在那段時間 很多所謂的親人 我那時候有看到一些報導 聽到一些 就是很多所謂的失蹤的人 他們的親朋好友家裡的人 就一直在夢到他們 說他們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說你們要去哪裡找我 沒有找到嗎 全部都被找到 不過在找的那個過程 那個親人都會夢到 你覺得是有可能嗎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還是 還是你覺得是 那些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才導致他們有這種夢 也沒有這樣興 就夢到就真的會長到那個地方 是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很多東西我們不能完全排除 對 因為很多東西是不能用科學來解釋的 對 我相信 所謂的 對 他真的可能會 對 因為那些罹難的 他們也真的是希望說 他們的師生會被找到 對 所以他們只能 就是把 找到他們親人 跟他們講說 我可能在某某的地方 所以當時很多這樣的故事 就一直在流傳 那些70年代出世的 或者早在70年代 你應該會聽到很多類似這樣的故事 全部都講他們年齡了 沒關系 不過那時候我覺得 新加坡真的非常的轟動 這個事件真的是非常轟動 現在這個地方 已經又重新再建過一個大廈 是嗎 真的嗎 對 不會鬧鬼嗎 他其實控制了很久 他真的控制了很久 而且沒有人 敢去那邊 再重新見過任何東西 不過現在已經有了 我們就不要 把那個名字給唸出來了 等一下你偷偷跟我說 我就不去了 所以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我覺得 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苦的是活著的人 對呀 真的啊 而且活著的人 我明明看到你 早上剛剛出門去工作 對呀 十一點多你就不在了 對呀 他就很像我們那時候的所謂的 那個911事件 是一樣的 真的 是一樣的 不過 我曾經也跟大家分享過一個這樣的故事 我覺得 是非常美麗的一個故事 我們還記得在好幾年前 台灣不是發生過一個大地震嗎 是的 在發生大地震的時候 很多樓房其實轟隆了一下 就是倒塌了 嗯 就在那段時間就有一個女的 跟她老公就被壓在了那些廢墟 不過老公和老婆是隔著一面墻的 嗯 就是在中間隔著一面墻 嗯 而且 老婆就很怕 老婆就一直 哭啊 顫抖 就 老公就一直 一直想要放棄 老公就一直在安慰她 嗯 就連連連續好幾天 就一直在安慰她 安撫她 直到最後一天 在那個老婆在被拯救出來的時候 她就沒有再聽到她的老公的聲音 她就有一點擔心 她說可能我老公離世了還是什麼 她就很擔心 對 最終這位太太這位老婆就被救了出來 嗯 被救出來的 第一刻她就問那個拯救她的人說 欸 在隔壁就是在隔著那個墻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的老公的中間 他們的回應是 其實 在 那個大樓倒塌的那一天 她老公其實已經被 重物給壓死了 哦 所以那個是魂 所以在那幾天 那幾天 那個所謂的老婆 在溝通的那一個人 到底是誰 可能真的是她老公 不過是她老公的意思 一直在鼓勵著她 也有專家說可能是患者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到 我個人倒覺得 我更想要相信是她老公 對我也是覺得 我想要相信 我更想要相信是她的老公 因為 我覺得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當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真的不希望說你身邊最親的人 你已經知道你離世了 你希望說你身邊的人還能活著 所以 所以當我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覺得 即使她死了 她還想要維護著她的老婆的那個生命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 真的不要把所謂的阿飄給醜化 她其實 雖然說她們已經不是人了 不過她們 很多時候比人更有人性 她們也沒有我們想 我覺得 樓上 樓上 她們也沒有我們想像中路沒有人性 我是覺得 她們始終也是曾經去本 其實很多時候 當我們提到這些高樓倒塌事件 或者火災 或者我們 我們不禁就想到 假如我們一棟樓 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後 它到底會不會變成是 遭遇的 會不會變成鬧鬼鬧得很兇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沒有讀到一個故事 一個真實故事 它其實是發生在新加坡的一個非常高檔的住宅區 非常高檔的住宅區 我們可以說是很可愛是 我們不講名字 她們就靠近金沙 那間 那個住宅區靠近金沙 那個所謂的房子 它有自己的專屬電梯 不知道是哪裡 我們知道 專屬電梯 就有一次 我忘了是維修人員 還是清清潔員工 就承擔了那個電梯 上到最高的那一層樓在做清理 突然之間電梯短路 然後整台電梯燒了起來 那個人火生生的在電梯裡面被燒死 我剛好想到那個DMD 類似 類似 就是教天天不應 教地地不靈那種 你可以想 其實 我有問過專家 當一個人被火灼傷的時候 他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 其實他說當一個人被火燒到的時候 其實可能短短的幾分鐘他就已經休克了 他就已經休克了 他已經沒有自覺了 不過他還沒死 他還沒死 所以他感覺得到這樣 因為他沒死 他沒死 他可能還感覺到 不過他暈覺了 他暈眩了 就跟那個頭斷了 可是身體還沒動 那個是真的嗎 真的真的 你 我不知道你們應該沒有看過 我看過一個人的頭活生著被切 他的手腳還能動 還可以動 為什麼你會看到這個 他做警察的 以前 不過那個有點 外國的 他是警察 不過是外國的一些檔案 是蠻恐怖的 因為我們的腦雖然是通往我們全身 不過我們的神經線還在暈 太快了 他太快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 那個人假如被火燒死的時候 其實他的神經線還是活躍的 不過被火燒死的人 有一點是最恐怖 你的身體裡面的經絡 都會糾成一團 糾成一團 你的整個身體就會緊繃 而且你會突然之間 就是心臟不能符合 因為你的經絡全部被收縮 所以他整個心臟就完全被壓縮 其實很多被火燒傷的人 他其實是死於心臟病 他火還沒燒死 他就是因為他的心臟已經不能符合了 所以這個事件之後 然後那台電梯 晚上每次會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 會聽到類似的 那種 你可以拍鬼片 那種 你懂那種聲音是有氣美麗的那種 那種很痛苦 可是他又叫不出來的聲音 而且聽說那個屋主已經把那房子給賣了 一定啊 還是你你會做 因為他每天晚上聽到這種聲音 對啊 嚇不住 而且這樓真的是非常高檔 非常的豪華 他建價賣出去的嗎 不是不是他是一整座大樓的 沒有沒有我說他賣的時候 因為他想要趕快跑 所以建價賣出去 我不知道啊 你要賣嗎 不要不要 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不是故意要去把這個地方變得很陰森 不過真的就沒有辦法 他真的就在那邊 因為他也是被困在那裡 他們說有請一些法師啊 不過為什麼法師沒有辦法把他們帶走 其實淡香高峰也是 他們其實有說 請了很多 沒有用 沒有用 我覺得怨念太神 而且他們融入了那邊的土地 就是他們的所謂的魂也好 魄也好 魄也好 都已經跟那邊的大自然融為一體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不管用再厲害的法師 他們都不願意離開 因為他們是已經是那個大地的一部分 對 我覺得 而且 不過就是很多這樣的事情發生 而且還有多一個事件也是在新加坡的 這個是一個政府主屋 政府主屋 沒有不是打他 不要亂講 政府主屋一個事件 其實這個是一個凶殺案 其實是怎麼講呢 媽媽的人太相信外人了 她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兒 不知道是哪一個 我們大家應該都知道那個兇殺案是哪一個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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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被報到 沒有被報到 不過我知道這個事情 他們跟隔壁的一個鄰居 變成了好朋友 隔壁的那個鄰居 其實是一個三十多歲的 無業漢 沒有工作的 他們就 媽媽就 這個 這個女的就看她可憐 就可能每次煮飯煮多了 就會拔緊過來一起吃 其實是處於好心 不過就有一次 在大概晚上八點多的時候 這個人 突然之間受心大發 在這個媽媽的面前 要強暴她十三歲的女兒 然後當然媽媽也 也要保護女兒 媽媽就去後面拿起菜刀 要跟這個變態的男的 就是要保護她的女兒 誰知道這個男的 就拿了那個菜刀 在那個媽媽還有女兒身上 滑了很多刀 而且還強暴了那個女兒 然後就逃了 就逃了 之後 之後這個女兒 很像聽說是上市太過嚴重 因為她有一刀是 從她肚子裡面的刺穿 當然她們兩母女是被送去醫院 不過之後聽說那間房子 那間房子 每天晚上到了某個時間 她們會聽到一個小女生 就是年輕女生的哭泣聲 就是哭得非常無助 而且你真的不知道原同在哪裡 因為之後他們都 因為那個房子是租賃房子 所以之後還回了給政府 然後政府再把她租出去 很多住在那邊的人 到了某個時間 到了可能十二點多一點多 一定會聽到這個女生的哭泣聲 而且哭得非常淒涼 不管她們請了多少法師 都沒有辦法把這個聲音給結束 就每天晚上都會聽到這個聲音 真的是那種好心美好不好 不過我的問題就來了 她明明就不是死在房子裡面了 真的 我就想問了 她明明不是死在房子裡面了 她是在醫院死的 她是在醫院裡面過世的 可是她是因為那件事情 我覺得啦 我覺得因為可能她在被送去醫院的時候 她的醫師已經不在了 就是她的 subconscious 我們所謂的 subconscious 停留在房子裡面 然後被帶走的只是一個身體 只是一個身體 所以當她的身體已經不能再復活的時候 已經死去的時候 她的意識還殘留在那個房子裡面 再加上 我覺得她在家裡的人沒有意識到說 因為她也不是在那邊過世的 所以也沒有請任何的專家來 把那個小女生給帶走 所以導致說每天晚上 她們都會看到或會聽到這樣的一個聲音 所以她媽媽走了 小女生還在 小女生還在 媽媽沒有過世 媽媽沒有過世 只有小女生 在醫院的時候 她只是重傷 媽媽毀容 臉上 她的 那個男的有被抓 被抓 所以最後有被抓 最後被抓 那還好至少被抓 最後被抓 因為很變態 我覺得 真的 不過我常常 我看到這個事件的時候 我就在想 真的沒有人可以幫她們嗎 當然沒有 而且晚上聽到聲音的時候是非常淒涼的 不過當然 但你假如是屋主的時候 你會很害怕 會啊 一定啊 一定啊 真的會很害怕 哇 真的 其實我在前幾天 我看到了一個網上的好朋友 發給我的一些照片 照片 照片是她們在拍她住令主屋走廊的那個窗 為什麼她會去拍 因為有人敲她的門 啊 然後就拍 這個事件 你要嗎 這個事件其實 其實這樣的事件 我聽到兩三個不同的故事 其中一個是這樣的 她晚上大概三點多的時候 有人敲了她的窗口 她的窗口是那些所謂的百葉窗 就是那種舊石的那種一個層樓一個層樓 不過你是完全看不出去 因為你只能看到一個縮影 你不能很清楚的看到外面 而且當時已經是凌晨三點多 她睡在客廳 她就聽到有人 那種聲音 然後她的第一意思是說 可能會有人敲她的門 可能是她的朋友來找她 還是什麼 三點多來找她 可能啦可能 所以她其實準備要去開門的時候 她就等了很久 欸 沒有動靜欸 突然之間 她就看到那個窗 因為她窗是整排的嘛 下面那排喔 是完全看不到 下面那排是鐵的 所以不可以see true的 上面那排我們叫做translucent 你還可以看到 隱隱約約的看得到 不過除非那個人真的很高 不過站在外面的人真的很高 多高 等下我給你們看照片 網上的朋友就看不到 那190再看得到嗎 什麼190 那個高度 大概有190 哇 因為幾乎要到天花板了 她就站在她就站在外面 而且是凶神惡煞的 看進那個房子裡面的 而且她的臉是貼著那個 那個窗的 黑色的一個影子 這個人就分享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過了不久 她自己也走了 她過世了 最近她剛過世不久 最近還剛過世了 噢 最近還剛過世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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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講了 我聽不懂 可是最近其實有報道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單位 房東先去世 然後不懂多久很快的 那個住客她也去世 對 不過不知道了 不知道為什麼會去世 沒有 房東先會跌倒好像 然後住客也是好像意外 其實 其實這樣的事件 我聽到另外一個更恐怖的事 這其實是我媽跟我分享的一個故事 是發生在她一個朋友 她的這位朋友跟我一樣有一些比較特別的體質 她常常會看到某些東西在她窗外走過 我相信 因為我常常會在我的店外面看到這樣的東西走過 有些時候我在廚房準備東西 她就會這樣看過來 很像她的黑色影子就會對著我的窗這樣移動 因為她的窗也是所謂的那種白夜窗 而且我的媽的這位朋友怕熱 所以她就把全部的窗都開 然後她就看到一個影子走過 而且反反覆覆走來走去 她知道其實是那種東西 她其實是知道 不過她也不要去多加一回 直到有一天 她睡在了那個客廳的一個沙發上面 感覺很像電影情節 不過我相信是真的 她就睡 就突然之間她就感覺到 她的臉毛毛的 不過她在看著她 想像那個人 她就這樣 很像那個人躺在這裡 我還以為是動物 不是 她就站在那邊對準她的臉 所以之後 之後我聽我媽講說 她也很像斑 一定斑 她也很像斑 她沒有從眼睛看 她就是看到她的臉 貼著她的臉 她有看到 看不清楚到底是什麼 就黑黑的一坨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當我們談到 淡江事件也好 這些不同的房子的事件也好 很多時候 我覺得她們也不是 真的是故意要來想我們 不過可能某些原因 她們的意識還殘留在 那個整個地方 所以導致她們走不了 而且再加上有一些活人 像我的這樣的 我們是看得到他們的 有些活人是故意要去找查的 不明白 不明白 不過所以看到她們也不足為奇 因為畢竟這就是她們的地方 對 有人說不敢去你的店 哈哈 我的店很好的 我的店很好的 我的店真的很好的 我的店假如說 假如說那天生意不是很好 我只要跟她講一聲 突然之間就有人的 真的假 真的 真的 突然之間 你只要想 今天沒有什麼人 幫幫忙 突然之間真的就會有人來 而且這樣還蠻好的 對嗎 不過不可以要求太多 對 有些東西好像要還回去的 對 所以每次講都要再還 一定要還的 對 怎麼還呢 不懂了 看怎麼樣 她會引你提示 把Sherry推出去 你會告訴我 又不是我講的 哈哈 對不起 你要嗎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做靈異節目那麼久 每次看到那些比較恐怖的 對 我倒覺得 與其說恐怖 我倒覺得 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很多 很多很無奈的一些故事 對啊 你們有沒有 去想過 那個 最近剛剛發生的 那個 在 電梯裡面 著火的 那個 PMB 他也不是很最近 不過 幾個月前是嗎 還是什麼 你覺得 他 會在那邊嗎 一定會 我覺得 因為你死得很不甘願 然後 那時候記者 去拍的時候 他一拍 裡面 你們可以看那個 牆嗎 感覺很奇怪 有一個很怪的感覺 我一般是不會有這種感覺的 可是我看那個視頻 我覺得很毛 很奇怪 對 然後有聽說 那邊的鄰居 我聽到 那邊的 我聽到 我聽到 欸 欸 欸 你們有聽到嗎 我沒有哭 我沒有哭了 跳這樣 因為你講他嘛 真的嗎 你講了他的故事 這裡又不是他那裡 因為他感念得到你在講 我笑會跳 你們有聽到嗎 觀眾 不好聽了 我還要講嗎 講講講講 還有時間 因為那個 我可以講一半 專業一點 鄰居有聽到聲音嗎 有人在 看他的聲音嗎 類似嗎 我沒有聽到 可是他描述就是 就是這樣的聲音 比較慘叫的 有一個人慘叫到很慘的 對 然後鄰居就去看了 他已經全身都是火 那個皮全部變白色 因為燒了嘛 一定變灰這樣子 然後在那邊喊 你可以想像一個人 身上都是火了這樣子 好像看電影才有的情節 所以感覺這個就是 你要怎麼走 我覺得是我 我走不了 我會覺得很不甘心 對啊一定要啊 因為你真的很不甘心的 這樣子就走 可是我會覺得有點不 有點不硬 你會想去那邊看一下嗎 我倒不想去那邊打擾他 或者是去那邊打擾那邊 住在那邊的人 因為畢竟那邊還有很多 很多租戶 那邊畢竟是個政府租戶 我的出現可能給大家帶來很多不安 他們就會開始想 本來沒有想的 可能我去到那邊的人 是不是又不是鬧鬼啊 好去那邊還是什麼 所以 有些東西 真的是不需要去 證明 證明它的存在 它有就是有 而且 而且我在 最近在我的 Facebook 我有破文那個 天地萬物皆有靈 我覺得 它是真的是這樣的 不管我們做任何事情 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它都是有一個所謂的因果循環在那邊 不管你是什麼宗教啦 我總覺得都是一樣的 英國很重要 你種什麼 就會結什麼果 一定的 一定的 即使這一次可能結出來的果實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甜 不過它畢竟還是一種果實 所以很多時候 我覺得 沒有辦法用言語來形容 可能我們碰到它是我們跟它的一種緣分 可能這種緣分 當我們在思考比較深入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種緣分不一定是恐怖的 它可能是一個非常的 很像我的案例就好 以前我很怕 以前我會覺得 為什麼是這樣的 不過直到現在 我終於知道 我是有一個使命在那邊 我是要把我的故事和我認識的一些世界 跟大家分享 而且在幾年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有一位所謂的一個專員 告訴我說 有一把椅子等著我去坐 而且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你要我去坐機頭嗎 我沒有辦法想像那種 因為他說椅子等著我去坐 我就會覺得 是像機頭這樣的東西嗎 你不會覺得嗎 你不會覺得椅子等著你去坐 你會覺得 是不是裸檔啊 對啊 我就在心裡想 不可能 我是絕對不可能 從事這個神聖的一個任務 直到有人找我來做節目主持 我才發現原來那張椅子 就是這張椅子 就是通過一個平台 讓我跟大家分享更多 嗯 我不覺得我懂很多 不過最起碼我把我懂的 把我看到的跟大家分享 也是一做 不算是一件善事吧 就是讓大家更了解他們的世界 對對對 然後給那些沒有什麼尊重的 可以去尊重一下 至少他們說其實這些東西是有的 嗯 很像最近我們在做的那個都市鬼傳說 我跟Synthia的那第一集 謝謝大家好多人在看 真的我們已經上個Dock Damn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真的 而且我們跟 我最近剛跟Jack Howe的那一集 也很多人在看 對對對 所以我剛剛跟Synthia講說 第一第二集我收視率都很好 假如到了她那一集收視率掉的時候 就證明你就是代賽的 對對對這樣 這樣我很擔心 你們知道為什麼 那個好像是我選 要在最後一集 可是我是因為那個地點 結果要給我換掉了 地點已經換了 我們覺得Synthia就是可以當當很恐怖的地方 我不是要壓軸咧我是要 因為那個地方本來本來要的那個地方 沒有這麼恐怖我覺得 所以所以那個有關當局已經覺得說 那個地方不夠恐怖 所以不要了 唉 所以我換的比較恐怖 跟我這樣 禮拜二 接下來禮拜二 我會去一個 有人已經講了 已經說了 算是很恐怖的地方 已經透露了算 已經在Facebook 對對對 已經透露過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真的禮拜二 我自己也有一點小擔心 對 因為畢竟那個地方真的很猛 而且他不止一個 對 他有很多很多個 很恐怖 我不懂我跟我那天的嘉賓 我們招架得了 這是誰可以講的 他是 你們應該有看過他 D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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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的KFC廣告裡面 他就是吃 很德基吃的很香的 所以他有KFC sponsor來講 我希望 他也是一個在娛樂圈 做了非常多工作的一個藝人 非常多元化的一個藝人 也在教學 他會教人家演戲 所以相當的優秀的一個人 所以我才找他跟我一起去 算是一個最恐怖的一個地方 所以要去那邊演鬼嗎 他不需要演 不需要演 那邊都有了 因為他更不會打笑 他 我們那天是要 陽氣比較重一點 對 因為才能爭得住 可能那天阿媽也爭不住 對 因為那邊真的很恐怖 那個地點 阿霍露文說的那個地點 我就心裡想 哇 我絕對不要去那 所以今天才選第一集 我絕對不要去那集 那集真的是太恐怖了 對 好啦 今天我們不知不覺 也過了一個小時 可是剛剛有人問 你那個白夜窗的那個照片 可以給他們看嗎 等一下我給大家 等一下我給大家 我先給這兩位女生看一些 然後 可能明天我再會把她 鋪上我的Facebook 我有點不想看 我要念嗎 念嗎 我們好 今天你們 有幾位說我的狗不在 今天沒有來 哪天有機會在 今天她的狗姐姐沒有 她的姐姐沒有帶她的 帶她的狗弟弟來 因為她的 怎麼我不是狗 她的姐姐 她的狗真的非常的 可愛 對 不像她姐姐 可以 我會像主人 不過你不像主人 我是阿 你媽才是阿 沒有我媽只是負責接生 你知道嗎 接生 蛤 你生的嗎 沒有她叫你生的 對 對 什麼我要生的 我要生的 好啦好啦就這樣 就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個禮拜天 我們再找一些比較 特別的課題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的 還是我們三個人 拜拜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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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